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为了要让国际学者都能够看得懂 全剧首创用英文发音搭配台湾手语演出 更特别的是还安排了一段龙演员现身 龙演员用台湾手语 不过听人演员讲的可是英文对白 缅花微笑龙剧团新剧马悠悠露鸣 又让台湾龙剧站上国际舞台 悠悠露鸣的演出这次是英文版 听人讲英语 我们的动作要配合口白 以前是讲中文 手语表达也配合做一些修改调整 现在算是新的呈现 因为接受法古山佛教学院主办的国际佛学会议邀请 要在来自全球五百多位国际学者前演出 所以整出对白 首度采用英文搭配台湾手语演出 而且要让大家更了解龙文文化 还特别安排有口语能力的龙演员现身 虽然只有短短几句 但要龙人用英文正确发音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白庄如好努力练习 终于有成果 而要突破龙剧演出形式 这出戏从服装布景到现场音乐 邀请到了台湾年轻一代的艺术家跨界合作 所以我一贯的宗旨就是希望说 在听人的艺术领域里面 有多一点的艺术家们能够专业工作者 来参加龙人的演出 所以一方面让龙人的演出呈现得有他的可看性更高 经过四个多月排练 再加上国语版巡回北中南3D的洗礼 英文版演出更成熟了 一开始比较难练习的差不多 有三四个月以后现在OK了 虽然只演出一场戏暂时落幕了 不过医术总监汪奇门很有信心 好戏会得到大家肯定 未来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用英文版到各地演出 让世界看到台湾龙剧的精彩 记者陈修林张子佳 桃园报道 根据急诊医学会的调查 曾被暴力威胁的医生高达了九成 而其中有四成被暴力攻击 于是有医师决定向大法官来申请示线 保障自己的权益 不过卫生署表示 医师如果拒绝救治病人会违反医疗法 目前已经有要求有急诊室的医院 在三个月之内要设置门禁管制 限制陪病人数 希望能够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 从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到 今年三月份一对到医院急诊的病患 居然动手殴打护理人员 而在一旁劝架的医生居然也遭到殴打 整个急诊室乱成一团 面对护理人员的人身安全亮起的红灯 在急诊室行医六年两度遭到病患打伤的 恩主公医院医师林一职 除了对施暴者提告外 也决定要向大法官申请试线 这条法律这条规则上 我认为是应该要多做一点阐释 就说比如说这病人已经拿着刀 在威信的时候 拿槍在威信的时候 我还是必须帮他 类似说处理伤口吗 林一是认为申请试线是为了让医师 能够依据宪法保障人民生存权利的规定 可以拒绝对曾经施暴的患者看诊 不过卫生署认为 医师若拒绝救治病人会违反医疗法 医疗法六十条 那么对于危急的病人 那么医院 那么或者是医师应该要施予呢 紧急的救治 那么违者的话呢 我们罚则是一万到五万 根据急诊医学会的调查 发现曾被暴力威胁的医生高达九成 其中有四成被暴力攻击 该如何改善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卫生署表示已经在五月份针对多家医院急诊室面临暴力问题开会 要求有急诊室的医师 在三个月内要设置门禁管制 警民联系的电话 还要配置24小时保全人员 半年内还要将诊疗区跟后诊区空间明显区合 限制陪病的人数希望能减少暴力的事件 记者综合报道 您还记得台东卖菜的陈树菊阿嬷 被国际媒体选为亚洲慈善家之后 最近富比士杂志又选出了高龄82岁 住在花莲的老荣民洪中海 是亚洲慈善英雄 他将他毕生的积蓄 有六百万元都捐了出来 照顾当地的荣民遗孤 接着就带您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富比士杂志公布亚洲行善英雄榜 从12个国家各选4人 共选出48个人 来自台湾花莲82岁的农民洪中海 去年将毕生积蓄600万 捐给花莲农民服务处 照顾花莲地区的农民遗孤 他出生于安徽霍秋 16岁带凶虫军 曾打过国共内战 28年前退伍 靠每个月27000元的终身凤尾声 对自己很节俭 连毛巾都用得像蜘蛛网一样了 还舍不得换 红中海对自己很节省 却舍得给感动了无数人 这次台湾地区还有三位企业家上榜 华硕电脑董事长施崇堂 除了个人捐款外 也因为成立基金会支持环境教育 失地收付 辅导评同课业上榜 去年捐出1亿5000万给母校 清华大学的矽谷地产商李伟德 因为罹患了淋巴癌 决定将财产投资教育 新竹建校54年以来的就是最大宗的校友的私人的捐款 他从小就听他父亲讲说他要效法武信心学的精神 一方面纪念他父亲 一方面完成他父亲的遗愿 润泰集团总裁伊燕良在2008年四川正后重建 捐款2000万 另外也捐款8亿给北京上海跟浙江的大学 设立商法学院 他认为穷不能穷教育 期盼透过教育为中国现代化尽一份心力 记者综合报道 不管是陈树菊阿嬷 还是老荣民洪中海 他们都是一直默默醒善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学学慈善的手语 您可以比心地好 把钱掏出来 加上帮忙的重复动作表示帮助很多人 心地好 掏钱帮忙表示慈善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陈连桥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如果不小心被困在车里 要记得按喇叭 手语的结构是 如果车上车门锁不小心按喇叭 记得 用双手做出握方向盘开车的样子 再用右手大拇指做按喇叭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不小心被困在车里 要记得按喇叭